一世大師 來那我們這裡好把幻象魔術 改成怪獸卡混沌魔導哎呦水哦 哈哈哈哈 該好爽哦 來直接把目的的除外 爽爽爽爽 混沌魔導 出來吧 哦黑之魔導真還在一開 哈哈 好強哦 哈哈超強 該超強超強 超強 超級強 哇哦 鳳鳳哈哈哈哈 呦我的朋友 狗艾瑞克 他已經快要破千訂閱了 他的頻道也是介紹遊戲王 我覺得非常不錯介紹給大家 大家可以到置頂留言訂閱一波 哈嘍大家好我是阿信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黑之魔導陣的牌組啦 那今天介紹的這個黑之魔導陣 就是我們昨天那個半夜十一點的時候 出現的這個新卡包哦 然後是大盒的裡面的UR卡黑之魔導陣 這一張哇太強了 我們直接 來介紹給大家看哦 張卡呢 第一個 看第二個效果都可以發動一次哦 然後 那個 呃 擺回牌組上方哦 然後黑魔導被召喚 特殊召喚自我方場上的場合 可以除外對方的一張卡片 那這個除外應該是指定的除外哦 因為如果是非指定除外就有點太猛了哦 那個 魔導師可能就要被淘汰了 那 就是只有多了這一張 那我們今天使用技能是疑似大師哦 那我剛剛有稍微看了一下 那個就是比賽哦 呃 已經有黑魔導 馬上拿到亞軍 但是他的技能是使用粉碎啦 那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哦 那我今天介紹的是我自己組的哦 我組的這一套比較 呃 怎麼講 是我比較有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使用黑魔術的面紗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特招手牌目的的這個魔法史組哦 當然就是特招我們的黑魔導啦 那吃一千點生命之後就可以觸發我們疑似大師哦 那給大家看一下疑似大師技能哦 呃只要我方生命減少一千點呢 就可以把手牌返回 把手牌返回牌組 然後把牌組的疑似怪獸或魔法加入手牌哦 那我們就是加入這個混沌魔導 或者是這個混沌形態哦 那當然大家也可以用那個高等疑似術術 好像可以抓吧我不太確定哦 但是我我帶混沌形形態是比較保險一點啊 因為如果排隊了沒有黑魔導的話 我們可以用混沌形態 把目的的或者手牌的當作祭品哦 就可以召喚我們的混沌魔導啦 那混沌魔導呢 我們只要隨便發動個魔線 就可以破壞對方的怪獸 這個效果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哦而且他如果 被戰破效破 就可以特招混沌的疑似怪獸 可是我們這一套沒有哦 所以就只有第一個效果 那其他的 卡片就呃新遺物 來保護我們的黑魔導 然後這個魔術師導航一定要放 然後幻象魔術是 用魔法師之杖抓 然後再把魔法師之杖給釋放掉 我們就可以抓兩隻黑魔導 搭配魔術師導航就可以來跳 然後這個黑魔導 哎不用多說吧 一定要放的 大概就是這樣啦 ok 那麼排主就介紹到了這邊 我們直接吃 戰吧 go ok 來到我們第一場 遇到的是霧騰遊戲 哦我已經 蠢蠢欲動了 那我們這一場呢 雖然其實我沒有黑魔導 但是我們可以用幻象魔術來抓 所以我們這邊魔法師之杖 應該就會抓導航哦 我覺得還不錯 來直接動 黑魔導 可以哦 好 那我們這邊魔法師之杖直接來抓吧 那魔法師之杖其實也可以 哦 其實也可以抓那個 更爽的這個黑之魔導陣哦 那我覺得 嗯 可以哦 我覺得黑之魔導陣可以哦 如果黑之魔導陣抓到魔術師導航的話 就搶了 就真的搶了 要不要來試試看 好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但是 我也不太確定哦 有點小擔心 好我們來看一下 ok 黑之魔導陣 看有沒有機會直接 來抓哎好像有哦 好像有哦 哎呦 哎呦直接把魔術師導航加到手牌 哦這個超強這個超強 這個起手一定很爽 來來來 然後我們蓋魔術師導航 然後幻象魔術呢 這個我覺得嗯 嗯 好 yahoo 感謝訂閱我們幻象魔術握在手上哦 我們打過去之後然後再開啊 但是他這邊呃沒有意外的話會跳 啊這邊沒有意外會跳其他的其實怪獸 好 好這裡直接防禦 然後呢支持戰士再丟一張 我這樣他就已經馬上堆三張了 非常快好我們打過去 ok 好 哦這邊商判還停頓哦 所以他那一張 是增檢工房的卡片哦 好 那我們這邊就把黑魔導加入手牌吧 那等一下就可以用魔術師導航特招 然後除外對方的卡片 干好爽哦 超強 超級強 很猛很猛 哇 這一套真的是 我覺得會變主流哎 好猛哦 此時立場那這張是 呃 可以直接 再特招一次就對了好那我們 開關先打開哦主要地方結束哎 只要結束回合好我們直接發到魔術師導航 特招 然後再特招哦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觸發黑之魔導陣的效果 直接除外 哇哦 然後魔法師之戰還可以在那個釋放 然後在那個哇哇哇哇哇 哇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好猛哦 看 太強了 哈哈哈哈 好猛哦 哈哈哈哈 哇我們這邊應該直接獲勝了吧 好強哦 最後一隻 打 哇哦 哈哈哈哈 好馬上來打我們下一場吧 ok 來到我們第二場遇到的是海馬歸平 好 那我們這一場哎 這感覺還ok哦 黑魔術的面紙可以直接跳黑魔導 然後我們這個魔法師之杖 可以直接抓儀式 然後我們再用技能 再抓混沌 好像還不錯哎 那公司哦 直接跳手上的 這邊要做同步哦 那這邊要跳七星的不知火來綠牌 ok 好妖神不知火 直接裝守護者之力哦 那 目前看起來是還好 新遺物包圍戰 ok 那這邊很簡單啦 這邊我們直接抓那個黑魔導 把他的後台給炸光就可以囉 而且這邊完全沒停頓 啊還是這個這場隨便屌打嗎 對不對 隨便都屌打 ok 發動黑魔術的面紗 出來吧 黑魔導 呀吼 然後呢直接發動 黑魔導 耶 哈哈哈哈爽 好 那 呃 然後蓋這個包圍站 哎等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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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個蓋包圍站蓋包圍站 沒有問題哦 好好輕輕鬆鬆把對方給打爆 ok 這場也是屌打哦 那因為 現在是1月1號啊 所以 好像 對手好像都比較弱一點哦 因為現在在白金二了 啊 隨便 隨便剛 ok 召喚不知火的影子那沒有用啊 他只是可以跳那個 他只是可以跳出來而已哦 要出來擋他還是死的哦 好 那我們這一場應該就 直接隨便剛啦 隨便剛來這邊 開技能什么的好像也都 還好我們直接在發動黑魔術的面紗 然後再跳黑魔導啊 隨便打 隨便打隨便贏哦 ok 還蠻簡單的啦 最後一機 一便 yes 繼續來打我們下一場 ok 來到我們第三場 我們今天應該會打四場吧 剛剛都直接秒殺哦 好 那這一場就比較 哦 嗯 ok 我大概知道怎麼打了啊 這邊就直接抓那個 這邊沒有意外就是抓導航啦 因為我們等一下可以開放一下魔術 把他給釋放掉 好 改三張牌 ok 直接結束吧 那等一下我們把魔法四字障 釋放了抓兩只黑魔導 然後就可以用導航跳囉 嗯 覺得還不錯 好即將結束回合我們這邊開關打開 來當祭品 直接加入手牌 好 來這時候我們發動魔術師導航 直接特招 然後再跳 ok 那這時候魔法四字障礙的效果 來 那我們等一下就直接抓那個炸後台的 幹超強的 強到爆哎 發動黑一只魔導陣 哇哈哈哈哈 哇 好扯哦 好扯好扯哦 哎我剛剛開了沒有用啊我這邊減手又弄亂了 哎他這個有可能是 狡猾哦 但是我們目的有一張可以反制的 所以沒差 來直接放黑魔導 靠 對方 要被我們秒了 但是他手上有東西 栗子小球玩的不錯哦 兩顆 哈哈哈 不錯不錯哦 他剛剛被我們炸兩張無敵是不是啊 抽牌感知上幾個時候 對兩張無敵 不錯哦 因為他知道說會被我們反制哦 哎 但是這邊熔野魔神 熔野魔神我也不怕了 熔野魔神我也不怕哦 來 發動疑似大師 好 來我們這邊 把 黑魔術的面紗 哎不用把這個黑魔導返回 然後魔法卡 ok 發動混沌形態 讓你知道誰才是老大來目的的直接 出外出來吧 混沌魔導 水哦 然後這邊發動黑魔術的面紗 看我就不信 我就不信你他媽的打的贏哦 那我這邊可以炸 場上的一張怪獸 來我直接把龍眼炸掉 哈哈哈哈 超強 幹超級強 強到爆強到爆 來 我知道你手上還有東西 我不信你好 第二張 下去 耶 哇哦 超強 絕對是主流 絕對是主流 好我們來打最後一場嗎 ok 來到我們最後一場了 那這場遇到倒極機師哦 但是我們黑魔導其實先攻比較強哦 後攻就會稍微比較弱一些 但是我們這個起手哦 我覺得 應該還可以哦 如果這邊有那個 吃一千的的話應該還不錯 哎雷龍哎 雷龍的牌子其實會有點忘光了 因為我之前只介紹過一次啊 而且也很少玩哦 好跳了雷鳥螺 然後剛抓什麼啊 哦這個應該是新牌 這個應該是新牌 哎呦 蓋了兩張是吧 好 那我們這邊先使用魔法師之杖 ok 使用魔法師之杖來抓哦 那這邊哦 好尷尬哦 應該是抓黑之魔導陣啊 我覺得應該還行哦 來 發動黑之魔導陣 哦 加入手牌 那 這裡其實我們應該會加這個黑之魔導陣 然後返回牌組 我的隨便返回都沒差了 然後這個就不能開了 哦他好像 他他不知道是不是哎是怎麼樣 整 他說只能使用一次應該是就是這個名字的效果 只能用一次哦 所以我這邊沒辦法再開哦 好沒有關係 來我們蓋魔術師導航 然後直接結束吧 那等一下就可以跳黑魔導 還有那個黑魔導 兩隻黑魔導一起跳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發動黑魔導 把對方的後台清光 我覺得應該還ok 啦 好雷鳥龍的效果 哦他這邊要從除外區的特招 好特招雷獸龍雷龍 ok 然後這邊哦 哦要同步了是不是 他這邊要同步了直接發新的 好廢鐵龍可以 哎等一下等一下啊開關 忘記打開 好我這邊先開我這邊先開 我這邊先開我這邊先開 來特招黑魔導 好 然後再跳黑魔導 那我們這時候就可以觸發黑之魔導 症的效果 哦還好 還好我這邊還可以連鎖哦 太棒太棒 因為我真的很怕他那個廢鐵龍 直接就把我們搞死了 來 出外 拜拜 哎 漂亮 還不錯嘛 那等一下開黑魔導 直接清一波 而且墓地還有魔術師導航 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目前就是感覺還蠻 呃 還蠻有希望的哈哈哈 好 那他這邊又除外了 他除外雷獸龍的話 還可以用牌組特殊召喚雷龍 但是他有要跳嗎 我們來看一下 好沒有他是不是已經發過效果了 所以他沒辦法再跳 好 殭屍帶進者要繼續同步五六七四五六 他只能同步六或七 來要同步什麼 哎乾你該不會黑強威吧 不會吧 啊鬼動舞者還好還好 鬼動物者雖然說感覺還好 但是 他的攻擊力硬生生是比我們高啊 所以哎哎哎不會吧 不會吧光更暗又要除外 哎不是不是這是雷劫龍 哦哦有凶道哎 有凶道哦有凶道哦 我吼吼 雷龍的效果 那繼續檢索 哇哦 蠻強的嘛 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這邊絕對是要繼續哦 對自己要有信心哦 好發動我們黑之魔王陣 哇好可惜哦 哎呀好可惜哦 剩下兩張那個黑魔術的面紗 所以呃 應該還ok 應該還ok 我還可以再抓那個 呃 這邊還可以再抓魔術師倒好 但是 哎呀 啊但是我這邊不太好打哎 不太好打哦 會不會掛掉啊哈哈 好我我先開新移物好了 我先把他的 怪獸的攻擊力降低哦 那他等一下就 呃比較難把我們打死哦 嗯我看一下哦 嗯 該是還好 把這個降低好了 好 來結束回合 ok 那 這個結束階段可以把除外的發 最上方或最下方哦 好 這一場就比較緊張刺激啊 douren dous 我輪乎 douro ok 呃應該是有機會哦 好對方的雷劍勇先打可以哦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來跳了 但是他戰破可以 呃再檢索好好沒問題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來發動魔術師導航哦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 有機會哦有機會哦 有機會哦 有機會哦 黑之魔導陣 我可以除外 我可以除外雷龍 魔法師之上效果 佛 魔法師之上效果 哎我覺得可能要開一下 反反反正他都已經那個了 他等一下一定會被撞爆 好 除外漂亮 水哦 而且他後台我不怕了因為我可以反制哦 但是我又有黑魔導所以我黑魔導留著 ok 魔法師之障 魔法師之障的效果 哦 哦混沌形態 水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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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很久了發動 疑似大師 來 那我們這裡好把幻象魔術 改成怪獸卡混沌魔導哎呦水哦 哈哈哈 蓋好爽哦 來直接把目的的除外 爽爽爽爽 混沌魔導 出來吧 哦黑之魔導這還在開 哈哈 好強哦 哈哈超強 剛才超強超強 超強 超級強 超級強 哇哦 蹦蹦哈哈哈哈 哇 哦但是他那個被 哈哈 被效果那個還可以再特招哎 靠 靠 啊 靠 哈哈 所以我們今天的黑之魔導陣就到這邊結束啊 如果想 如果大家喜歡 今天的影片幫我點個喜歡並且分享 千萬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每天晚上六點不一定會發布影片 記得追蹤我的ig在 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各位新年快樂 我們晚上會實況哦 拜拜